真是感謝 今天 實在是令人驚豔 今天來到這裡 原本 原本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會是這樣的一個場景 那也沒想到說 跟整個東南亞的文化 是這麼樣長成一片 我想講的是 現在的政府 因為在全球化的這種 進度裡面 現在的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應付 現在整個社會 發生的種種狀態 因為 政府本來是只管國內的事 但是我們 如果就這個 東南亞就是說 新住民的這個角度來看 新住民已經都是跨國的問題 那我們 政府常常是跟不上進度 那很令人驚豔的是說 那麼多的好朋友 能在這個 在我們這書屋齊距離躺 而且真的認真的 去進行這個認識 彼此的認識 那我也有 我原本來找張雄 也是為了說 我能做些什麼事 所以特別為我的書屋 來求教這個張雄 結果今天 這樣一場下來 我其實是捨不得離開 我一下到樓下找工作人員 聊一聊 一下問說 我們書屋是在運作什麼 怎麼會沒有事 怎麼會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也沒看很多書 但是有個朋友來 他就拿了一疊書就走了 然後我覺得 後來才知道說 我們這個 借書是這樣的 中醫有一句話 就說 痛則不通 痛則不通 也就是說 像這些新住民在台灣的比率 已經 大大的提升 那這個整個全球 全球缺乏這個勞動人力的狀況 其實是各個產業都很嚴重 但是這麼大量的新住民來到台灣 其實我看到 剛剛很多同學朋友 來發言 其實是充滿了溫柔 台灣 這是台灣最寶貴的一塊 就像剛剛張雄講的 怎麼樣把這個善意 把這個溫柔給 就是我們 全球的這個 全球的這個制度 已經千瘡百孔 一直出現問題 不管是從經濟的 不管從經濟角度 或是說人文關懷的角度 其實很多條文都不適合 是系統性的不適合 透過書店這樣聚合大家的概念 大家 像你有同學講到說 很喜歡 能夠了解這麼 敵空飛行 真正徹底的去了解整個社區民間發生的問題 哇 我真的是 但是我只能說 開心 找對地方 那我要做的事 其實 我好像也不用再想了 就是 因為我那個書其實是 就空在那邊 空在那邊 我常常在想說 欸我還能做些什麼 因為我原本也是從IT產業 然後 就是 就是看到說這個 農業斷層啊 缺糧的問題啊 然後 當然 養食自給率跟這個整個 整個環境的變遷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我也想做一點事 可是我想做一點事 但是不知道能夠做什麼事 那今天來到這裡 我真是開心 那如果說 能把我們的 能夠營造這些溫暖 在這個社區跟鄉里之間 我在想 我在想 很多 現在的政府是需要 需要這些有溫暖的人 大家提取一談 然後把真正的方法告訴政府 因為政府已經不堪負荷 那些條文啊 那些的管理制度 其實都落後太多太多了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 有更多機會跟各位交流 謝謝 謝謝